最後就是零食 嗯 好 沒錯 好的 哇剛剛那五位演講者都演講得很好 大家要不要給他鼓掌一下 這邊有一部分長在上我的啦 只能上身啦 我剛剛其實兩分鐘的時候 其實看到那獨秒快要變0的時候 其實有點緊張 15分鐘其實就比較海闊天空一點 我也不確定這個有沒有辦法15分鐘講得完 因為我沒有彩排過 不過就像人生其實都沒有彩排過 因為就是人生有各式各樣的事情會發生 必須樂觀去面對 但如果等下超過麻煩再多給我一點時間 謝謝 然後其實我是要分享一些我教學上的小PayPal 然後因為我自己會在有 就是可能一些教學場合拍一些影片 然後其中有一個是 今天我要介紹的主角 叫做自我教學系統 各位Google不知道 因為是我自己發明的 對 然後還有別的 然後那時候其實有順便 就是剛好 就是有一些朋友啊 就是在補習班工作的 就有看到 然後我就問我要不要就是加入他們 所以我在外面兼裁 不過因為我沒有跟學校教授講 所以有些跟他們講說 先不要提醒我 對啊 我到時候看一下我講了什麼 對啊 變得叫做發現 你去補習班兼差 那應該多跟我做研究才對啊 我就被抓回去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其實就是 我現在是讀清大 說二 一本名 Snake Food 其實跟陳時林 都是我們都是同一個人 對啊 就是我 然後我擔任兩學級維基分助教 獲得1.5屆 傑出教學助理 先拿一個這個 這是第一屆拿的時候 好沒關係 亮相一下就好 對 焦點還是回到我身上 對 啊為什麼是1.5屆呢 就是因為這禮拜啊 這禮拜我本來是寫一屆 然後那時候就是那個教育 就是教學發展組 打給我說 施林你這次又入選了那個 傑出教學助理的決賽 對 要請你拿 就是請你拿推薦函給老師 我那時候馬上把0.5屆加上去 搞不好還會得啊 心裡其實蠻興奮的 對 然後但是其實我們在教完這個 欸 我們來看完這個之後 其實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各位一個問題 就是 你覺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吃東西 吃東西還不錯 對 要吃東西才活得下去 沒錯 那還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欸 學習 學習哇好認真喔 大家給他掌聲一下 對 那還有第三位嗎 第三位講完 我就繼續接著下一頁 否則我們下一頁下不下去 睡覺 睡覺也不錯喔 要睡覺才有體力嗎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不過 我來就是 提供給各位一個答案 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快樂 各位應該同意吧 但是其實快樂的背後 隱藏著一個邪惡的理論 那個理論叫做 馬斯洛需求理論 下一頁 喔對 為什麼說邪惡呢 因為其實 我們生活中常常在用它 可是自己卻不自覺 我們來看一下這理論是什麼 最下面這個叫做生理需求 就可能就是剛剛吃飯了 對不對 睡覺也在這裡很重要 再來就是安全需求 就是我們要想辦法保持健康 才有辦法站在這裡 免得可能就躺著了 對 然後再來往上就是 就是親情友情愛與歸屬 就像我們現在 就大家朋友的感覺 好再來就是 自尊 自尊 自尊心被肯定的感覺 最上面是自我實踐 好 那這個馬斯洛需求的理論 可能大家都有看過 它從由下往上開始滿足了 就試想如果我們 就是可能吃飯啊 吃蜜糖吐司 突然被蜜糖吐司 噎到的時候 這時候需要氧氣的需求 就遠大於其他的 如果說沒有人愛你 雖然很慘 但是不會馬上死掉 對 所以我們一定是從 由下往上需求 但假設我們這三項都已經滿足了 那我們就要開始拓展 最上面這兩項 自尊跟被肯定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最上面的自我實踐 那自我實踐怎麼實踐呢 就像各位在這裡 其實就是在上面發表你的想法 其實就是一種自我實踐的過程 所以我們才會在這 好 那我的自我實踐的過程 就是下一頁 就是剛剛這個 絕對不是用Photoshop改變名字的 就在這裡 全世界只有一塊 這就是我 那時候金曲獎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蕭敬騰 拿最佳男歌手 上去拿到獎盃獎頌很開心 那時候我就看了一面 這一面我也笑得很開心 對 魚有榮豔的感覺 好 下一頁 好 然後就是 其實除了他給我這個獎牌之外 還有學生有給我回饋一些意見 對嗎 有兩頁 那我放一頁上來 然後我其中最喜歡11條這個 我把它唸一下 助教上課超級好玩 以幽默搞笑又不是專業的教學方式 就是把死氣成城的微積分都交了具有生命力 給各位這位助教教導只能說是福氣啊 根本是我微積分的救星 這傢伙可能看了周星馳的電影 我講的那麼生動 比我講的還有趣 對 那其實如果到底要怎麼樣 其實才可以 就是可能 就可能就是教的還不錯呢 其實有暗藏玄機 下一頁 好 就是我自己發明的 教學三部曲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認為是第一堂課最重要 第一堂演習課 一定要把你全身 就是把所有的精力至少百分之五十 都集中在這一堂課 讓他們之後會想來上課 好第一步就是吸引注意力 吸引注意力其實有很多種方式 像我其實第一堂課的時候 上演習課的時候 我問他的問題就是 你覺得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有人舉手說 算微積分 我說哦 你說算微積分嗎 這個問題的話 如果是教授他聽到 一定會很開心 但我們來這裡是在講真心話 對然後我就接著就給他我那個答案 就快樂 那快樂 建立在什麼上面呢 就畫一個三角形 馬斯洛斯球理論 就分成五格 他們說 為什麼助教三角形可以讓你快樂 我說你自己想像 然後我開始從下面往上填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都已經知道了 然後依序填到最上面 我說為什麼就是自我實踐最重要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又可以自我實踐呢 因為其實如果微積分 如果沒有修過被當掉要數修嘛 數修三千多塊嘛 如果三千多塊可以幹嘛呢 可以去綠島三天兩夜 就可以就是浮潛 真的很快樂 如果暑假的話 暑休的話 可以把那個時間拿去玩 所以我們才會在這裡想要把微積分學好 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其實可能要我們要進入到 從別的地方 拉到數學那邊其實又有點困難 所以我自己稍微有想過研究了一下 就比方說我那時候接著要講 一開始微積分碰到的是極限的概念 我那時候就想辦法融入到生活當中 我那時候跟他們講說 極限的概念遍布在我們生活當中 比方說你早上醒來的時候 對著鏡子裡的自己說 今天我沒有極限 就是極限值不存在的例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極限值存在的例子是什麼 就切入我們的話題 對啦 切入我們的話題 但是其實如果光是這些 可能有時候他們也會有點膩了 就可能不能一直推出來 對啊 我們要想辦法吸引助力還有別招 對啊 是我自己可能以前就是 年輕不懂事的時候 學來一些東西 模仿 模仿Dennis 哈囉 不管你要聽音樂 聽我的就對了 耶 Dennis今天來這裡幹嘛 嗯 不是來播音樂 而是要來叫微積分 他就進入微積分 對啊 然後他們說我只有 那一聲寫的比較像 不過沒有關係 大家開心就好 對 大家開心就好 趣事分享的話 這可能我們要想辦法融入一些生活中的話題啊 就可能 比方說簡單來講 我們可能跟他們稍微 有時候需要跟他們聊一下天 可能我如果跟他講說 欸 就是我今天Paper看了50頁 可能就以讀未回 如果說我今天可能跟他們聊說 欸 我今天下巴脫就接不回去 他們說 哈哈 宿教 你知道我下一次脫教的時候再給我看 之類的 對啊 又講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其實有趣的事情 就可能還是我們跟他們的互動 像我可以 我會跟他打賭 有一次有跟他打賭說 那個前一陣五寶村布丁很紅 對啊 然後我就跟一個 就是同學打賭 他說聽了我的演技 一個什麼功力倍增 他一定要考第一名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喔 如果他沒考前三名的話 他就要請我吃五寶村布丁 然後那時候他們全班的人 就一直很想幹掉那個人 因為那個人已經對全班放話 說他要成為一哥 要靠微積分 然後讓他們就是刮目相反之類的 就是他們就有一些互相像下的動作 所以大家那一陣子就一直在賭微積分 還蠻爽的 然後他們就成績就衝上去 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趣事還有一個 就是因為我們青大有一個成功虎盼 成功虎盼 那時候是可能我們 平常啊 平常就是如果 有人生日的時候 就會把他丟虎 丟虎 對啊 然後就可能 就不要丟太遠喔 免得可能七天才回來 我七啊 對啊 不能丟太遠 那時候就講說 哇你們如果 遇到那種微積分 超級難的題目 我提供你一個想法好了 就因為我以前 有時候有遇到很難的題目啊 怎麼辦 想破頭想不出來 我們就去成功虎盼啊 就可能是看一看風景 激發一下靈感 就拿筆記 漫步在成功虎盼 馬上靈感可能就會想到 就像我那時候坐在虎盼的時候 就一直看著筆 筆記 突然 蛤 居然被鴿子 滴到鴿大便 原來是鴿子上面滴下 對啊 然後滴到鴿大便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不會去成功虎盼 之類的 對 就可能就做一些比較 誇張的表情 就是去取悅他們 對 這是趣事分享 對 然後像是堅強的實力 這有分兩種 一種是數學上的實力 跟一種教學上的實力 對 接下來下一頁就是 我自己拍的啦 就是 自我教學系統 這個是我 就是那個 可能很多人都會講到一句話 就莫忘初衷 這個就是我在 是Nobody的時候 就自己拍的影片 但是我很早的時候 大概大三的時候 還沒有當助教的時候 就拍了影片 但是我一些 對 就是教學一些想法 都在這個影片裡 就每當我可能當助教啊 可能當到 就有點疲乏的時候 都會重新再看一下 這個影片 然後已經 目前已經感動過我 100次了 等一下即將又感動我 101次 所以讓我們欣賞一下 這個影片 幫我放一下 謝謝 自我教學系統 自我教學系統 這真的家伙 對 大家看到就純粹只有 一塊黑板 沒有字幕 對 就算大家都放下 教編 即使只有我一個人 還是會奉獻在教學上嗎 我們都會回家的床 可以自己看 好好的 發生 好 我教學系統 知道教學系統 基本感到 時間第一次教學 經常就講 其實就是我們 在這個學系過程 我們學過的過程 從最低的過程 到達人的學系統 在網上 但如果老師都忽略 要解決說 很高分的感應 解釋 即使有在 我們呢 學生的操縱 所以終於要 我們可以去教學 所以跟學系統 你戴著他 馬上見 你戴著他 讓他得到 安穩的感情 以對他能手 於是 如果是深處跟廣處的話 是比較好的系統 可以幫助別人在體育中 用的系統之間 讓別人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常感 我們第三個 我們想要介紹的是 基於本質教體對 一本質教體講的 其他講的是這個體成長的觀念 體的話就是 我們介紹一堂課 不要讓別人先讓他用意義來 他用意義來給我們的東西 既然想要就靠我們去幫助我們來做理 整個觀念他學生是怎麼學到的 整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跟一種角度去講 我們本來介紹的東西 造型能夠有一種生活化的感覺 整個部分就是我們同學 為他的體育 就是講給我們基礎指教體 這方面有時候 我們來其他一個體育 如果原為一分的話 我一般是在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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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й是在學 在學的 他一般學的 人的學會學的 達著 人的學會 vielleicht 我們一般 對 現在 都 caf 這是我們一部分,這部分是一部分的小姐,而這部分就是我們的系統,是小姐 好,所以,另外一部分,要你也請,好,就可以在一支高潔儀介紹的,大家介紹比較熱門,謝謝大家 謝謝,回到投影隊 我剛剛沒有字幕,對,因為是我自己比較陽春的,就是拍,所以可能需要TED要贊助我 沒有了,好,然後下一頁,對,其實是這樣子,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可能是一種心態,就可能有時候,你拿題目給助教的時候,助教會講,這麼簡單,怎麼還會來問我,之類的 一種心態就是說,其實不要認為說那些是很簡單的,就一步一步教他,會比較好 然後系統式教學的話,就是統整歸納的概念,我等一下會講 劇本式教學可能就是比較,一種那種,把數學轉化成理人話之類的感覺,起承轉合的概念 有一個有趣的開頭,起,有一個有趣的開頭,有一個有力的銜接過程,然後有一個就是有梗的,就是那種轉的過程 還有一個就是,就是讓你收起來的,和的過程 系統式教學的話,其實就是,因為我上學期不小心把梗都丟完了,對,然後下學期我就想說,那怎麼辦呢 就其實我,那時候其實我就是有,研究一些就是那種歷屆的考題 然後所以我,會收集一些題目,然後幫他們做一次考前,期中考前的複習 對不對,然後那時候其實考前複習的時候,我其實要用堅定的語氣跟他們講 說,比方說極速,開頭極速的時候一定是考第一型跟第二型 如果考第三型的話,那一定是老師自己發明的,對,還好都會考出來 那時候那一張就是100分的考驗,70分都是一模一樣,考前複習一模一樣的題目 他們還以為就是我看過題目,我不幹這種事,對吧,就剛好猜中而已 所以之後的野奇科他們對看我的眼神,本來從無中線變成無鎮 那時候很爽,超爽的,對啊,不過可能過一個月後來又從無鎮回到無中線 因為他們對我的愛有限制起,對吧,我只好在準備一些梗,對 好,那我們看完教學系統後,接下來深呼吸一口氣,進入間壓軸好戲 來挑戰一個很難的公式,這個叫做等加速度公式 大家可能高中的時候有學過,為什麼要學這個呢,我們來看一下 x等於x0加v0t加2分之1at平方,t是時間,v是速度,a是加速度 為什麼我們要學這個東西來這了,這其實是我一個很尊敬的老師 就是他們跟我們講,其實這個公式也是人聲的控制方程式 怎麼說呢,這個末位置就是我們最後的高度,會取決於我們出位置 跟出速度效應加速度效應,出位置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家庭 就比方說像是王永慶的小孩,他可能一定超有權的,對啊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除了家庭之外還有什麼呢 出速度叫什麼呢,叫我們的就是天賦才能 對,即使我們可能出生的家庭沒有很好,但我們可以靠我們的天才 來做一些事情,可能考上就是,欸,就可能或者是得到一些不錯的工作 對,如果萬一我們就是出生的家庭又不好,那又是個低能兒,那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就是我們還有加速度效應,加速度效應就是我們的努力 只要努力就有機會,如果王永慶的小孩,或者郭台銘的小孩 他雖然出生在郭台銘家,但假設他是白癡的話,他就永遠是這條線 但如果我們稍微聰明一點,我們就可以從那個速度效應這樣衝上來 但是如果我們即使就是用努力,用努力的話,我們就可以成為一個二次曲線,加速度效應,衝過這個黃金交叉點,衝過這個黃金交叉點 對,其實我之前啊,我之前其實在上台就那個講一些可能,比如說練習微跡分的時候,其實有時候也會有點挫 有時候會講不好,有時候左手在,右手在寫字,左手還在抖 對啦,然後也是經由很多努力,好不容易其實才有一點點成果,對 所以說,我們下一頁,就如果教學,需要交流方式,就是可能複製這個網址 當然複製的話,只能有控制電腦那個有辦法複製 或者是你搜索這個Snapfood,就是我 所以祝大家都能夠通過你的人生的黃金交叉點,在人海茫茫中成為焦點,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